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6月4号进行的新锐战小组赛第二轮 由黑方渡边宽大对战白方王庆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分别在左边挂脚,然后白棋夹击,同时威胁黑棋旁边 黑棋先跑出下方这一块,白棋尖顶跳一个,黑棋正头 那这里白棋只需要原地安定就可以了,实战白棋飞,黑棋继续封锁,白棋再往上飞 黑棋如果说直接靠住的话,外面还是有些担保 实战黑棋先往脚上碰一个,想在这里借近 如果说白棋直接跑出左边的话,那上方的空就被黑棋压缩了 白棋靠出来,黑棋可以贴下去 那这样的话,以后黑棋还可以发展上方的潜力 至于左边的定型,白棋搬完之后连回,外面还有断点 那所以说,这样下黑棋也还不错 实战白棋长一个,更加看重脚控 那黑棋就在左边跨盾 这里白棋如果说打吃的话就不太好了,黑棋反打 那这样的话,上方这颗子被断开 本来黑棋脚上这三颗子是比较薄的,但是现在就直接联络了 白棋左边活的也会比较委屈 所以说白棋连回,然后再跳出来,反攻黑棋 左边这两颗子虽然说被黑棋断开了 但是以后白棋往这儿搬,包括连搬,还是有些借用 实战黑棋贴住,然后白棋搬头,黑棋挖 白棋往这儿断打 在上面打吃的话,黑棋沾呢,白棋断点太多 这里弃紧 所以说断打,形成作战 实战白棋时选择沾 冲一个也可以,冲的话黑棋断,白棋沾 黑棋左边这三颗子肯定是只能弃掉 以后黑棋往外吼一个,白棋打吃补 黑棋再往上面断 当然这里的作战就稍微复杂一些 实战白棋沾贴下去 之后黑棋直接虎一个并不是很好 这里应该先断 断的话白棋也来不及在左边断打,上面肯定要补 白棋打吃,二路倒虎,然后黑棋再往这儿补齐 这样的话等于说黑棋通过弃子 先手把白棋左边全部包住 白棋上面还要继续补 这样黑棋可以把左边的墓鼠全部拿住 实战黑棋直接虎一个那白棋沾 黑棋再往外长,跟刚才相比的话就差了很多 因为左边的白棋还可以继续出头 接下来黑棋扳,白棋反扳,黑棋长 白棋在左边先扳一下 这个是白棋的权力 再虎一个补齐 之后黑棋往上二路立 这几颗子还没有完全死掉 白棋先扳一个长棋 黑棋往路跳扩大眼位 白棋靠住,黑棋二路夹,白棋一路立,阻度 接下来黑棋先往这顶住 这一手棋一方面破眼 同时也是瞄着上方这个挖盾 接下来就看白棋如何补了 如果说白棋现在上面补的话 那黑棋可以弃掉脚上这一块 然后在这儿挖盾 这样的话白棋左边这几颗子会被断开 连班的话黑棋可以打吃完肉 吼一个补在这儿 双方就形成一个转换 黑棋的目术也还可以 实战白棋连回 那黑棋就在外面封锁 这里如果说黑棋拐住 挖断的话白棋也不怕 打吃就可以了 黑棋在外面封锁 还是会有些薄 实战黑棋敞一个白棋沾 黑棋挖 然后白棋往前大跳 这样白棋先出头 黑棋跳出 然后白棋打吃 黑棋断打完之后打 白棋战 接下来黑棋上方还有断点 所以说黑棋回一个补棋 然后白棋往前压一个 再冲下去 黑棋往左边而努力 也是防止白棋这里的连班 同时白棋脚上还漏着风 这块棋没有活干净 因为黑棋外面有潜力 所以说白棋也就没有 直接补在这了 而是选择四路飞 这样更容易唯控 同时压缩黑棋的大模样 黑棋刺一个 白棋冲完之后 小尖补棋 黑棋往上飞 白棋二路立 在这个地方 白棋的联络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以后黑棋连回的话 白棋一路爬过就可以了 实战黑棋往下点 白棋继续三路爬 黑棋压一个 那这手棋算是一个先手 白棋还是要补 不走的话 黑棋可以冲完之后断 白棋脚上沾 黑棋有一个挤的手筋 这样的话 白棋如果说打吃在这 黑棋尝完一个 这样可子就被吃通了 白棋不好 所以说白棋团住补一手 虽然说棋型看上去比较差 但是 黑棋这里不补的话 以后白棋还可以冲出来 实战黑棋往右边拆边 然后白棋猴一个先手 黑棋站 白棋挂脚 之后黑棋就形成大模样作战 然后 往二路跳一个 先围住脚空 因为 现在黑棋脚上这里 还是比较薄 以后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点的掏空手段 实战 白棋 往前大跳 下一手棋 AI的建议是黑棋往上连回 然后从这跨段 这个地方周围全是黑棋的子 形成作战的话 黑棋也完全不怕 把这颗子断吃 中间还可以成不少木树 实战 黑棋在右边阵头 那白棋直接往二路漏一个 这块棋 想活棋并不难 黑棋飞 白棋二路拖 扩大眼位 这里如果说黑棋顶住的话 那白棋可以灵活转身 往这大飞 黑棋挡住的话 那白棋就搬起来 长一个白棋可以把脚空套掉 这个转换 白棋完全不亏 实战黑棋长 白棋爬一个先手 再跳回 这样白棋活了 接下来黑棋就选择 围中间的空 但是下方这里的缺口 也没有补掉 所以说黑棋这块空 很难全部围住 接下来白棋先往脚上掏空 黑棋二路点先手 压一个白棋顶住 黑棋拐出来 白棋冲 如果说黑棋单长的话 那白棋冲完之后断先手 黑棋打持沾 虽然说这一串连回了 但是白棋可以往右边冲断 冲的话白棋断 黑棋也就被吃通了 实战的黑棋 回一个白棋断 接下来黑棋打持 拐住 先把脚空围牢 然后白棋往这儿 二路立 这样白棋先吃住这三颗子 黑棋右边爬回 威胁白棋的眼位 然后白棋原地做火 先往二路夹一个 那以后白棋可以度过 然后团住 作业 冲下来 右边活掉的话 那黑棋只能继续围中间的空 白棋往前跳一个 但是这个局面 黑棋已经不太行了 白棋在掏空的同时 还可以在边上继续围 接下来白棋点次 下一手棋 AI的建议是白棋往前跳一个 这样的话 右边首先黑棋要分段 白棋沾 这里黑棋冲的话 白棋可以反冲也不怕 再冲白棋往前藏 右边这几颗子还是非常轻 如果说黑棋往这儿小间的话 那白棋挤一个 这样也就可以脱陷了 再往下方掏空 黑棋虽然说中间全部围住 但是空还是不够 实战白棋贴住 然后黑棋 往这儿冲一个 白棋沾 这样白棋并不是很好 走到这里 胜率还是比较接近 接下来 价值最大的地方 就是黑棋把上方这颗子连回 因为以后就算白棋往右边跳的话 黑棋往上冲还是先手 白棋要一路爬 这样黑棋这一串就连不 全部连回去了 然后再往右边 把这里的缺口包扎住 黑棋的收获肯定要比实战多很多 实战黑棋直接往这儿 违空的话 上方被白棋扳 这里就全部被吃掉 这个目数还是非常大 而且这个时候 黑棋还是应该把这个 断交换掉 以后沾白棋还要继续联络 实战黑棋往下靠完之后顶 白棋虎为一个 黑棋长 落了一个后手 再被白棋往中间挖沾 这个地方黑棋也不能断打 不然的话白棋长 这里要出棋 黑棋记紧 打持在这里 白棋粘 黑棋粘上 那这个时候 黑棋的空已经不太够了 就是因为上面这几颗子全死 之后白棋往脚上 长一个先手 再跨断 那黑棋可能还是应该 冲断比较好 冲断把这个粘上 以后白棋最多也就是 往右边打持 黑棋可以长一个 实战黑棋先往上贴住 可能是希望先手 把脚上的空全部围住 白棋如果说虎一个 打持再扳 然后白棋补 黑棋再往中间冲断 但是这个时候 白棋选择反击 往中间断 黑棋打 然后白棋先往上方定型 再扳住 这样黑棋吃住上面这一块 白棋粘就形成转换 不过这个转换 黑棋还是不便宜 等于说中间的空也被白棋打穿了 黑棋长白棋粘 右边扳住 最终走到白棋往上路跳一个 黑棋冲 白棋度过的时候 黑棋又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继续走下去的话 黑棋只能往路夹 先围住脚空 白棋冲一个粘 都是先手 再把左边 补一手 这样的话就已经没有任何变数了 黑棋的空肯定是不够 好那这番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